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结束了全明星周末的小长假之后 NBA联盟的各支球队也都回归了训练 进入备战胜余比赛的状态 洛杉矶湖人也不例外 对于湖人队来说 他们已经没有退路 如果能够抓住剩下的20多场比赛 说不定还有机会往前冲一冲 幸运的是一句快船的比赛之前 湖人迎来了两个好消息 第一个他们的替补前锋卡梅龙 安东尼就要复出了 在湖人官方给出的伤病报告中 除了肯德里克 纳恩 安东尼 戴维斯 以及埃弗里 布拉德利确定无法出战之外 安东尼的出战状态迎来了巨大提升 他的出战状态从一伤无法出战 提升至大概率出战75% 而勒布朗 詹姆斯的出战状态 则为出战成以50% 从安东尼的这个出战状态来看 他迎来复出 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从拉伤腿筋之后 安东尼已经确诊了大半个月 上一场他就是与快船的比赛中受伤的 在训练结束之后 湖人主帅弗兰克 霍格尔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安东尼已经参加了本次训练的全部内容 他很有可能在与快船的比赛当中完成付出 第二个他的对手们都在不同程度上 遭遇到了一些尴尬的事情 用盟友的话来说那就是整个联盟都在帮助湖人队晋级 这次他们真的没有理由输球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往下看 现在湖人队的战绩为27胜30一辅 排名西部第九 只能说是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甩开了开拓者1.5个胜场 距离第八的快船队也是1.5个胜场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接下来的几十场比赛注定是硬仗 不管是詹姆斯还是威少都需要为季后赛而努力了 首先我们来说说湖人队这边的利益地 农眉的受伤这对湖人队来说是最坏的消息 距离农眉归来还有很大的距离 未来十来场比赛之内 湖人队估计将会继续延续詹姆斯打5号位的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 剩余的比赛中 湖人队的赛程是最难的 对手的平均胜率在53.8%之间 这对阵容不全的湖人队来说同样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除了农眉和对手之外 詹姆斯的健康同样是湖人队不能忽略的一个元素 长时间让詹姆斯打5号位 这对他的消耗太大了 沃格尔必须让詹姆斯得到充分的休息 但是湖人队必须得珍惜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 这就让他们重新陷入矛盾当中 当然了 对湖人而言 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坏消息 这不 竞争对手之间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臂 这其实也顺手帮了湖人队一把 首先我们来说说开拓者这边 除了英格尔斯赛季报销之外 首发中锋诺尔基奇 同样遭遇了左脚足底筋膜炎的伤臂 开拓者官方宣布 他将缺席至少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开拓者阵容不全的情况下 对湖人队的威胁就更小了 甚至可以说 哪怕是附加赛 湖人队同样有大概率能够战胜开拓者 当然了 对于湖人队来说 最好的状况就是能够往前冲一下 争取进入七到八名之间 当然湖人队是有机会的 快船队这边阵容同样不完整 虽然说乔治有望近期归来 但是角色球员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很难说 刚刚加盟的鲍威尔遭遇了足脚骨折的伤臂 这让快船队的阵容更加空虚 盛场差距不大的情况下 湖人队还是有机会反超快船队的 最后就是森林郎了 说实话森林郎能够达到西部地区却是挺意外的 不得不承认的是 他们并没有太多的经验 年轻就是资本 同样是负担 如果说在季后赛的舞台上两只球队相遇 湖人队的赢面还是很大的 单单就经验这一片 湖人队绝对可以碾压森林郎 当然了 打铁仍需自身硬 湖人队想要拿出成绩最重要的起始还是得提升自己 这么多年的习惯来看 在全民星周末之后 权力摘也将上线了 或许今年来得早一些 确实没有太大的办法 现在位置相对尴尬 詹姆斯必须用尽全力了 如果说湖人队还有什么医症的话 那么微少或许会成为一个亮点 上个赛季的时候 全民星周末之后的38场比赛里 微少场均23.6分别是2.8篮板13.1助攻 但领其才杀进了附加赛 如果微少能够突然觉醒 湖人队完全有机会冲击一下第六名 除了湖人的消息外 相信大家都一定很关注买断市场的消息 本赛季的交易截止日已经结束 各支队伍都有了理想的球员 但仍然存在着一些可能被买断的球员 因为本赛季的买断截止日是3月1日 为此美眉FW特意列出了12名 可能被买断的球员 其中湖人两人在列 美眉认为沃尔如果被买断的话 他的理想之地是克里夫兰骑士 具体有什么情况 各位领导往下看 湖安 埃尔兰格迈斯 这位老哥的命运有点坎坷 赛季初期还在森林兰 在伊利交易中被送到辉雄换来了贝福利 随后又被送到丽山军 在赛季中期的交易中又被送到马次 考虑到马次的舰队思路 湖安很有可能被买断 他生涯34.4%的三分命中力 还是有可能会找到下加 本赛季薪水618万美元 美眉建议下加 骑士 活塞 托马斯 萨托兰斯基 赛季中期的交易中 萨托兰斯基从提湖来到了马次 不过到现在他都还没有获得表现的机会 跟湖安的情况一样 他很有可能被马次买断 赛季至今 萨托兰斯基场均出站15分钟 贡献2.8分282.4助攻 本赛季薪水1000名6万美元 美眉建议下加 绿山军 黄蜂 凯文 诺克斯 从尼克斯来到老鹰 诺克斯几乎是被甩卖出来的 很难想象 2018年首轮第九顺位 进入NBA到诺克斯才22岁 除了新秀赛季交出 场均12.9分4.5版1.1助攻的数据之外 基于时间诺克斯都是场均3到6分左右 本赛季结束后 他的新秀合同也将结束 可能 这孩子已经无法再签新合同了 就看他在剩下的比赛中 能否赢得一些球队的信任 美眉建议下加 雷霆 皮胡 罗宾 洛佩兹 小洛目前场均7.7分3.6版 对于一个33岁的老家而言 这已经足够 虽然不及巅峰时期的状态 但小洛40%的三分命中率还是很残忍的 如同哥哥大洛一样 小洛也已经进化出 十一目前联盟主流战术的能力 一旦小洛离开魔术 相信会有很多球队争着抢他 本赛季薪水500万美元 美眉建议 太阳 绝金 贝兹莫 胡人基本上只在垃圾时间派他上场 其余时候我们看到贝兹莫 都是在替补袭上挥毛巾 胡人肯定想在签约截止日前挖来新人 而一旦签约 那贝兹莫很有可能是被裁掉的对象 赛季至今 贝兹莫尔出战32场 场均贡献3.7分1.7版 本赛季年薪167万美元 美眉建议 老鹰 猛龙 胡德 曾经被视为是夺冠拼图的胡德 在来到雄鹿之后 上场时间越来越少 当然 他的状态也越来越差 所以在一笔交易中 他又去快船 本以为来到新地方会好一点 但胡德在快船的战术地位更低 场均上场时间只有7分钟 现在胡德需要证明自己 毕竟他也才29岁 还有时间冲击总冠军 本赛季年限224万 美眉建议下一站 公牛 热火 戈尔吉 吉昂 在马斯的16场比赛 戈尔吉场均5.3分2.6版 老鹰看中了他 在去年休赛期给了他 一分一年400万的合同 在老鹰队37场比赛里 戈尔吉场均出战9分钟 贡献3.6分3版 表现只能说一般 目前老鹰紧列东部第十 他们需要在内线签约一名 更有经验的球员 所以戈尔吉很有可能被裁掉 而辉雄这边需要一名替补内线 戈尔吉比克拉克的身体素质要好一点 所以 美眉建议戈尔吉的下一站 辉雄或者森林郎 德安德烈乔丹 有段时间外界一直在质疑沃格尔不用霍华等 用黄叔得说成什么样了 想必大家还有印象 沃格尔给足了小乔丹机会 但没有办法 人到的年纪 爆发力 一栋脚步都出现得明显下滑 后面小乔丹的出战时间也趋之可数 所以 不仅贝斯莫尔可能被买断 小乔丹也存在可能 美眉认为小乔丹曾经跟保罗一起合作过 黄叔去太阳队可能最适合 保罗 尼尔萨普 被送至76人后 尼尔萨普看似找到新家 可从未来的规划上 这位四届全明星得主 已经到了没有上场时间段地步 76人也很有可能将其买断 虽然巅峰一波 但从场上表现来看 尼尔萨普仍然可以稳定输出 从2010到2021年之间 他的命中率高达48% 美眉认为公牛牵下特里斯坦 汤普森 胡人有霍华德和戴维斯 尼尔萨普的最佳之地是勇士 丹尼斯 施罗德 胡人一直有一千回施罗德 可他现在在火箭过得很开心 游问地内出战时间 在年轻人居多的球队也很有地位 不过火箭可能不会考虑跟他长期合作 毕竟他们的工作重心是在隔离 泰特 神经这些人身上 赛季至今 小黑场均得到14.4分 3.3蓝板和4.2助攻 考虑到胡人和公牛都曾有意他 所以美眉建议他下一站选择 胡人或者公牛 埃里克布莱德索 却不到内定年纪 运动能力大不如前 1米85的个子也逐渐成了他的劣势 虽然还能贡献场均 9.9分3.4分4.2助攻1.3强断的数据 可他拿到年薪可是1812万美元啊 在利拉德受伤 CJ远走后 开拓者会暂时留下他 如果他没有长远为开拓者效力的计划 那他可能会寻求买断 去其他球队 美眉建议血布下加 尼克斯 绿山军 约翰 沃尔 沃尔其实并不想只拿钱 不打球 他在社媒上一直在晒自己的训练视频 这也是在告诉外界自己一直在保持状态 随时准备回归 在与微少互换东家的交易中失利后 沃尔付出打球之路可能会被彻底关上 因为没有球队会愿意赌一个32岁 拿着4500加年薪 受过大伤的球员 所以沃尔眼下想打球 唯有买断 没有其他选择 考虑到及时需要优秀后卫 美眉建议沃尔下加 其实 公牛 当然 如果我是沃尔的话 我肯定不会买断 本赛季薪水是4431万美元 下赛季沃尔的球员选项是4737万美元 下赛季沃尔的球员